哈喽同学好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的人口与都市 首先第一个人口问题在于人口数量太多了 截至中国2016年4月的统计人数来看 人口数量已经到达了13亿7607万的人口数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值 那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呢 这样子的人口数可以提供非常充沛的劳动力 而且在13亿人口的消费上来讲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惊人且非常广大的市场 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口数量较多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所以我们从中国实质的GDP年增率来看的话 从2000年一直到2015年GDP的年增率 其实都是正值的 甚至在2007年还可以到达14.2的GDP增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值 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的GDP它的成长率能高达了9.6%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哇人多好办事 似乎在这个地方也厌 当然人口数量如果太多了 所以从反面角度来看的话 经济发展的程度也会被众多的人口所瓜分 所以前述我们可以提到中国的GDP年增率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如果是出于每一个人口数的话 平均每个人不管是在产值也好 或者是可使用的天然资源也好 其实是达不到世界的人均的水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国的GDP排行的话 中国可是排在第三名 仅次于欧盟美国之后就是中国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各国人均GDP的排行榜上面的话 出于每一个人口数之后 哇中国就掉到了77名了 也就是人均GDP的话呢 只有7590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相对而言的话 负面的影响其实是每个人的经济发展成果 其实是不佳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在最后一个问题来讲 就是人口过多的话 其实它的消耗能源是变大的 因为只要生活方式稍微改变 或者是经济水准稍微提升 消费力道增加了之后 能源的消耗量特别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需求多过于供给 国际的能源价格也就跟着水涨传高 影响的不仅是中国 更是全世界 第二个人口问题 则是在于中国的人口成长实在太快了 从1949年的5.4亿 一直到现在 在2015年已经到了13.7亿了 所以增长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即使是进入三低阶段 低出生、低死亡、低成长的情况之下 由于人口基数还是很庞大 所以增加的人口数依然相当可观 所以是成长趋缓 但是持续的在增长当中 所以人口成长快速也是极需要解决的 第三个问题则是在于中国的人口分布不均 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 一直到云南省的藤冲市一线为界 东筹西输 东策的面积只占了43% 但人口却占了64% 西策的面积的话呢 占了一半以上有57% 但人口却只占了6% 所以你会发现沿海密集 但是内陆西少 如江苏省 他每平方公里可以到达700人 但西藏每平方公里却只有3人 所以你会发现在西藏地区 你走啊走的要遇到一个人 好像不是这么容易 但是这是以西藏整体而言 如果你在拉下市的话 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说 东筹西输这样子的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 是非常严重的 那人口分布不均 当然啦 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当地有工作机会 大部分的产业活动都过度集中 在东南半部的情况之下 其实东边的土地是超限利用的 不仅因为啃直过度造成的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增加 让周围的国家也都受到了这样子的空气污染 而且对于当地而言 废水废气跟二氧化碳大量增加 随着洋流跟大气环流扩散至世界各地 所以这样子的问题遭殃的不仅是他们的国民 对周边的国家日韩台湾菲律宾而言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呢 所以例如说这些照片 北京每到冬天的时候雾霾的天气总是挥之不去 那深圈的金属管大量的排放废水 污染了当地的民生用水 或者试炼钢产的烟雾跟粉尘的问题 就是居高不下 难以处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产业过度集中在人口拥挤的地区 那当然受害的就是当地的居民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